群晖级空间创建属于自己免费的G-Tab图床教程 今天来讲讲在群晖级空间Docker上创建免费的G-Tab图床教程 首先我们打开Docker 搜索 Easyu 2003pik 点击下载 下载好之后双击打开 来到端口目录 我们把本地端口改为8844 然后点击应用 这时候我们属于自己的图床就已经搭建好了 我们先建一个网页 打开HTP自己集空间的IP8844 进入自己的图床 我们打开图床配置 这时候Picked图床需要我们配置图床token 我们保持这个图床页面不要关闭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HTPS Tab come new 我们先注册一个G-Tab账号 然后我们先建一个G-Tab存储库 我们在RepositoryNum这栏填写自己喜欢的仓库名 下面Public和Private选项选择Public这项 然后我们点击最底下的Create Repository 然后关闭网页 创建好自己的G-Tab存储库之后 我们接着申请Create Hub Token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HTPST it have come settings to continue 在Naut这项填自己喜欢的名字 Select Tops这项选择第一项Repo 然后我们拉到网页最底部 点击Generate Token 然后我们自动跳转到新的页面 我们点图上箭头这个按钮 复制我们的G-Tab Token 我们回到我们的图床页面 把我们刚刚复制好的Token 粘贴到我们图床的Token 输入框内 然后点右侧的确认Token 然后我们等待Token配置一段时间 配置时间是自己的网络环境而定 完成了之后 我们点选择仓库 点新建目录 然后新建目录下输入自己喜欢的仓库 目录名称 如我填写Pick 然后点右侧的完成配置 这时候我们的图床就完成配置了 拖动或者粘贴我们想要上传的图片到框内即可 上传完以后点上传 上传完以后 我们可以在图床管理里面看到我们曾经上传过的图片 我们可以点击底下的GTub或者是CDA进行外链分享 如果出现图片上传缓慢或加载不出来等情况 可借助VP论工具 接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把端口转发到公网上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网也能访问我们的图床 以进行图床配置外链分享了 不懂得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之前的教程 也可以选择其他方案 只不过内网端口改为8844 然后新打开一个网页并粘贴打开 复制好的域名 进去就可以正常配置属于我们自己的图床了